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奧特曼 我們終於回來啦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 我要跟各位稍微報告一下 就是呢 今天呢 我們可能需要 建築一下我們這個 周遭的這個設施 然後呢 老頭呢 私底下就是 把自己的這個能力稍微都降了 因為呢 前面三級老頭在玩的時候 欸 是三級嗎 好像是 老頭在玩的時候覺得說 為了讓這個遊戲性更高 難度更為提升 老頭呢 把自己的初始等級 跟一些設定全部都調低 沒看到嗎 之前上一集老頭是 110幾等嘛 然後呢 恐龍上限調到150等 自己人 我們人類的等級上限調到100等 然後呢 升級可以所配的這個配點呢 好像調到8點 所以說呢 我們能學的東西有限 不會全部學完 然後呢 我們的先能力會下降 所以說這個遊戲 遊戲體驗難度會更高 不免俗的就是很容易被摔死 不會像之前寫600多滴 可以打這麼久 可以撐這麼久 這是老頭自己做的 就是想說讓遊戲 讓我回到當初第一季的那種 客難的感覺 然後呢 也看到很多兄弟們也有 紛紛的在討論啊 說到底要不要裝 或者是說不裝好 或者是裝還是怎樣好 可是呢 我是覺得啦 因為畢竟這個系列 我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討論 所以說 並不是說 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雖然是話說如此沒錯啦 但是呢 我還是希望就是 遵從大家的意見 那我看過各位大家的意見啦 有的人覺得好 有的人覺得不好嘛 那基本上我還是原封不動 那個 馴服的問題 運送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原始生存 這些東西基本上根本就不該存在 好不好 如果存在的話 就會大大的降低遊戲的體驗 所以說 我是不裝啦 之後我再自己想辦法 或者是會有自己其他的ID 想辦法把恐龍運送回來 好 那麼今天呢 我們不多說齁 我們要稍微蓋一下建築齁 呃 我們上一集蓋了這個踏板吧 對不對 那待會我會想要把這個鞋板 這個很長的鞋板 這不是溜滑梯啊 很多都說是溜滑梯 我會把這個很長的這個溜滑梯 沒有自己都講 我會把這個很長的這個呢 鞋板呢 旁邊加一些柵欄 然後呢 呃 我打算把我們的恐龍安置一下 因為我們恐龍在外面流浪 不是外面流浪 在我們家門口這樣子流浪有點可憐 所以說我打算在我們這個木頭的側面呢 這個木屋的側面呢 蓋一個 踏板 什麼什麼踏板呢 就是蓋一個可以讓他們 踏在上面的踏板 好好的排列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他們就不會亂跑 然後都看起來比較整齊 不然的話在這邊感覺就比較像是 就是流浪動物之類的 好不好 然後非要不囉嗦我們先來開始吧 就是稍微建築一下 等一下這鞋坡不能放喔 Are you kidding me 我以為可以放耶 啊 害我興奮了一下 尷尬了 不 我以為可以放 我還做那麼多 抱歉我犯蠢了 所以說這鞋坡不能放東西 那爲什麼之前看人家鞋坡可以放 這個是叫什麼 木制鞋坡 對啊 木制鞋坡 你是麻 issue搞我正宣耶 算了 那我們就不要放吧 好好ян 還有各位說我們這個木頭這個放反了 那我們稍微就是稍微重整一下 我們把這個地方全部把它反面過來 所以說我們大概要多少個木門 1 2 3 4 4個木門 再一個窗門 再一個 不是木門啦 木牆 4個木牆 我們先來蓋4個木牆好了 OK 把它改過來了 好吧 廢話不囉嗦 我們既然不能用柵欄 這柵欄到時候可以拿去做別的 這把木牆的香水 是時候可以拿去 上柵欄 買 kyser 超級香的 好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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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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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啦 我們終於呢 終於終於 終於 終於 蓋好了 花了半小時的時間 我們終於把這邊建了一個大平台 可以讓恐龍進去齁 那我這個比較麻煩的是 讓牠們進去有點困難 所以說呢 我打算呢 要去做牠們的鞍 我打算去做牠們所有的鞍 然後才有辦法把牠們騎進去 所以說呢 我先把這些能抓的先丟進去 能抓的都先丟進去 比如說丟這裡 好 就不要動了 然後不能抓的 要騎的呢 那些到時候我再 一個一個做鞍進去齁 像迅猛龍啊 牛龍啊 劍龍 劍龍好像有鞍對不對 OK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能學的有什麼 先打個劍龍鞍好了 劍龍 1234 123456 沒有齁 煩死了刀劍 有了 這一個一個 牠需要什麼材料 可以做 好 我們來做一個劍龍鞍好了 阿修要什麼 我們沒有獸皮 阿根廷身上應該很多啊 很樂意給我們吧 不夠欸 我們的獸皮好像有限的樣子 看倉庫囉 我放慢一點一下負重齁 來 這樣子你才可以動嘛 乖 來 我們需要排排站了 我們蓋這個稍微有一點簡便的一個平台放恐龍啦 之後我們到時候可能就是 要再蓋大一點 而且後來在蓋的途中阿 老頭想到了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要點阿 就是說不是說傳送門跟寶貝球不用嗎 那其實很簡單阿 像是這種如果比較遙遠的 像是沙漠地形阿 冰雪地形阿 對不對 那個地方如果我們從那邊抓恐龍 要帶回來非常的不方便嘛 那我們可以換個方式去思考阿 我們可以在那裡蓋一個據點阿 對不對 我們在那裡蓋一個據點之後呢 我們就非常的方便了阿 呃 抱歉 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哇 那這樣霸王龍也是隨處就可以直接降落阿 如果我們抓到霸王龍的話 誒誒誒誒不要 轉個彎回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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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慢慢走 不要掉下去了 雖然我抓你不知道拿來幹嘛阿 就是展示用的 好不好 來 我們要把他排好 讓他們有一個安居 安居樂業的居所 好 就這樣子別動了 再來呢我們看一下 毒蝎子 痾子阿 我們打一個安比較快阿 不是這個安阿 馬鞍 好多喔 我們有複結龍的嘛 然後炭龜我們沒有 痾 三角龍我們也沒有 迅猛龍 巨蟹 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什麼恐龍 狼龍沒有 海鳥沒有 新尾獸的 新尾獸開始要鐵錠 我們還有什麼 甲龍的 甲龍要金屬 我們金屬剛剛燒很多 沒問題 無齒一龍嘛 現在也有齁 需要餃子 這有點麻煩 再來什麼 巨蟹沒有 插礦獸沒有 衛蟲 都沒有都沒有 OK 牛龍 牛龍需要三十個金屬錠 後來我是想要打算做那個 阿根廷 阿根廷為什麼沒有 我知道 因為我重置我的等級了 我現在等級幾等阿 62級阿 我打算到時候 97級的時候 欸不是 那個 風神一龍平台是幾等阿 93級阿 93級我要做風神一龍平台 那時候我們再去抓風神一龍 或者是說待會如果真的有辦法再去抓也是可以阿 我們看時間而定好不好 OK 我們現在拿一下金屬錠 我們金屬錠應該也燒了一段時間了阿 基本上應該是一百多個了 太好了 太棒了太棒了 而且這邊都燒完了 燒完就可以不用再燒了阿 做太多木炭也沒用 好 都燒完了 到時候我們再去多採一點 算了我們現在立即去採好了 我們現在立即去採一下金屬 我們再去燒 如果 這個被打爆了 他會不會 整個垮掉阿 應該是不會吧 我們來帶個2000個好了 讓他繼續慢慢燒 好 我們繼續工作 我們現在有這些材料了 那我們先慢慢的幫他們定位 巨蟹 迅猛龍 複傑龍 劍龍我們有了 我們還有什麼沒血阿 五齒一龍 五齒一龍要角質 皮革好像不夠了 我們等一下稍微去殺一下就好了 他吃腐肉阿 抱歉 我的錯 來點一下負重 我們直接上去了 這隻是母的阿 耶 其實這隻蝎子很好用阿 到時候把他的負重 基本上把他的攻擊力點高 這隻蝎子是可以抓風神一龍的 我們又要回歸傳統 用傳統的方式抓我們的風神一龍 太棒了 盡其期待 好我們把他放在這裡 可愛的毒蝎子 我靠 硬 還好要咬我只有3滴 來吧 我們角質至少要要兩三百個左右吧 我們保險起見我們用五百個好了 怎麼都是給獸皮居多 20個 我們光餃子我們還需要很大的一個時間才可以弄出來 這邊有黑曜石 黑曜石這邊找 太好了 我們稍微記一下這裡 到時候有黑曜石可以來這邊採 還不錯阿 這邊還有更多金屬 還蠻近的我覺得 物資箱 哇這裡 撿到寶了 快點快點 哇 拿到好多寶喔 金屬毛 開心 等一下這裡太多箭了吧 等一下拿回去放倉庫好了 好 還有在水裡的 可是我怎麼感覺他給的東西都一樣阿 有點讓人家難過耶 我想說他應該會給點不一樣的 什麼每個箱子都給一樣的東西 現在是什麼金屬 不要阻止我 不要阻止我殺了三葉蟲 看來這附近應該是很安全 砍死你 賣照 賣照 我已經忍你很久了 我靠 就是這個 太爽了吧 200多個 還有沒有其他三葉蟲阿 我要更多的三葉蟲阿 有有有有有有 早知道來這裡了 何必在那邊浪費時間 零說是不是阿 砍 我砍砍砍 好啦 夠了夠了 我們可以回去了 我們回去的路在這裡 快點我快變溺死了 差一點 先上岸再收好了 我來了 來 做這個套板是對的選擇 Let's go 來來來 放一下放一下 瘦多的啦 有了 未吃鳥 是吧 我們這兩個是不是都做了 沒關係 等一下真的沒做我們再做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他帶回去了 麻煩死了 到時候把你帶到那個 野礦區 你可以在那邊好好採 採你要的礦石 應該是說採我要的 我們現在好好讓他排隊一下 好不好 不然的話 觀眾都說 都在哭妖說 我的恐龍都亂放 老頭 恐龍可以放 整錢一點嗎 好餵 吵死人了 GGYY 來 複傑龍 這個好像就沒點負重了 可以 再來一次 走吧 複傑龍哥哥 帶回家 卡住了 該死的 五齒一龍 我們沒有做 我們做 只能做一個 獸皮又沒了 我該怎麼辦了 迅猛龍有嗎 迅猛龍好像沒有 我們有鞍而已 先把迅猛龍帶回去好了 居然負重了 哇 這個都肚子餓耶 我們真的要丟一點肉給他了 不然他們很可憐 來 排隊時間 給你排在這裡好了 出勤的時候比較方便 所以說我們還差一點點 我們還要再200個獸皮 這種特別好殺 把他殺掉 哇 激怒到他了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哇靠 三個打一個 大戰了大戰了 我會不會被圍死啊 哇四隻 哎呦呀 哎呦呀 快點先殺一次再說 我的老鷹撐住啊 你不能死 為了為了為了 為了獸皮 被圍毆了 撐住撐住 哇靠 夭死你 夭死你 再飛 再飛啊 哇靠這個破土啦 破的很可以啊 好了我要更廳要休息啊 我要更廳要休息啊 真的會死人 剩下交給我們的雷龍哥去處理吧 雷龍哥 就是他 欺負我們 是的 甩死他 太好了 我們有大大 大大的幫助 我們打得贏的 來 相信我們 太爽了 以大其小就是這樣子 這邊還有兩隻啊 甩 是不是 好啦這些獸皮都是我們的了 直接這樣打獸皮還反而更多耶 喔 還 還 我阿根廷在那邊咬 浪費時間 而且這角質也很豐富 太爽了 獸皮多 角質又多 賺到賺到了 賺到賺到了 你在哪裡啊 無恥 找到了無恥 飛囉 來來來 這種會飛的 我覺得這種會飛的我們到時候要把它放在那個屋頂上面好了 我打算可能要想把屋頂做寬一點 這樣就比較方便 好 跟他們做區別嗎 或者是說放在水嘴的旁邊 好 這個點小 靠腰點錯 別叫別叫 各種飛行生物都有了 嗯 不過我忘記未持鳥的功能是什麼了啦 到時候上網稍微查一下就好了 來 讓你們放這裡 好好的休息 水 你 這樣有鬆嗎 這樣整理恐龍有鬆嗎 這樣整理恐龍有鬆嗎 不會再該該叫了吧 是不是 不會再該該叫了吧 老頭整理恐龍好亂 好啦 我整理了 不要再擦了 這樣好不好 不要再擦了好不好 來 這邊都放一隻 好 那為什麼那隻扣俠 還在扣嗎 真的還在扣欸 看來他是沒有食物了 必須要丟果實給他吃 哈 沒有果實 笑死了 抱歉 我又有著忙了 來吧 從我們雷龍那邊拿一些果實好了 真的是太忙了 真的是太忙了 好啦 給你吃紅色果實啦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讓你吃紅紅 應該是草莓口味的啦 那你剛好 來 給你 來吧 給你一半好了 慢慢吃 不要謝我了 呦 他有課 看來他非常的餓阿 然後 星尾獸跟牛龍 阿 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我們可以把 成功的把縮孔帶進去了 這隻牛龍如果訓練強大一點也是很厲害的阿 尤其是攻擊力的部分 別小看牛龍阿 速度跟攻擊力 既是一流的好不好 哇 放這裡 倒車入庫 倒車入庫 抱歉我還沒有學開車阿 這個倒車入庫對我來講有點牽強 來 來 好倒車入庫成功 非常好 是有點小阿 到時候會擴大 好不好 或者是換新的地區 這隻也是很重要的阿 星尾獸 你負重好像被我點高過 星尾獸很好玩喔 他右肩會滾 多爾滾 來看一下翹一次採多少 採那個 翹一次採多少石頭好了 就以你為例子好了 168 他是不是看攻擊力的阿 如果我點一級攻擊 剛剛是168 跳一次 好啦 好啦可以了真的 好好好不要裝可愛了 168一樣是168 怎麼感覺給的還是差不多阿 沒變阿一路發阿 好吧 來我們把我們星尾獸放進來 可是我覺得他實在太可愛了 所以說我要把他放在我們家門口 好 就這麼決定了 So Kawaii 跟穿三角好像喔 OK 我們成功呢 就是把這些恐龍呢 都已經全部安置了在這個 這個 這個我所蓋的平台內了 那今天這個工程其實也是跟上一集差不多啦 一樣都蠻浩大的 我覺得每一集的工程都很浩大 因為要建築 方舟建築又是非常不親民的一個 一個過程 所以說呢我今天就要結束這一集了 好不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生存再見啦 掰掰 BYE